hello 大家好 我是火星小焦 这一期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高光鱼 这一款是花了119块钱买的 然后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银色 大家看到什么样子 收到货成什么样子的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是一个短裤 它是连件套的 这是上衣 短款的上衣 先说一下它的手感 它的手感还是不错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做工吧 明镜也给大家看一下 它做工还是挺整洁的 所以这个价位 我觉得收到手的时候 我感觉还是蛮直的 它的款式呢 就是肩带这里呢 它是一个扣子的 这个扣子呢 是不可以拿下来的 它是钉丝的 中间是这种单排扣的 它是这种暗扣的设计 非常方便穿脱 好 这就是短款的一个上衣款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裤子 这是一个 下面是个短裤 它这个腰带呢 是直接在上面的 一体的 就是不容易掉 这点设计还是蛮好的 再看一下里面的做工 这两只方面呢 它是过关的 现在我们来试上身 看一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好 我已经试上身了 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这个上身效果 这是一个工装的款式 套装的 好 大家看一下 它上衣呢是这种短短的 然后是有点路级的 然后我穿的这个还好 短裤是高腰的 买的这个套装的起码呢是S码的 它穿上身呢还是挺舒适的 也版型呢我觉得也OK 它的一个上身效果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一个真实的上身效果 跟模特相比 这个款式呢 还原度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价格119块钱买的 我觉得也不算贵 也就是性价比也是蛮高的 因为这个量子 穿上身有挺凉快 挺舒适的 适合夏天 也比较方便 转空穿了 比较方便 现在背个包 好 它们先看一个小黑包 看一下搭配的效果 整体的版型的款式呢 小小小都觉得还是不错的 这款套装测试大家觉得值不值呢 然后记得给小小小留言提论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